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月星 哈利缺乏母亲,缺乏夏的温暖 这是哈利的软肋 被富有心机的梅根牢牢的牵着鼻子走 大家都知道梅根比哈利大三岁 到下个月5月19号 嫁入王室就整整三年了 但哈利三岁的梅根可谓是心机重重,轨迹多端 终于挑拨了一件成功哈利和家人的亲密关系 他不但诱骗哈利出走王室 而且还让哈利公开指责攻击自己的家人 这些指控已经被王室历史学家专家指证事莫须有 梅根胆大包天公开造假 关于他们的离婚传闻和内幕也慢慢的被曝光了出来 梅根马克尔据称给哈利王子下离婚最后通牒 他警告哈利王子如果他不严格遵守他的命令就与他离婚 梅根马克尔威胁说如果哈利王子决定返回王室他将离开丈夫 演员出身的梅根很清楚地向哈利表明他的儿子阿琪将和他待在洛杉矶 哈利不能带走儿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金汉宫内幕人士告诉小豹 一年前当梅根得知哈利王子正在秘密的与王室高级成员 就结束王室的流亡回归王室进行谈判后就发疯了 梅根在激烈的争吵中对他的丈夫大吼大叫 哈利左右为难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最终是梅根和儿子的一边占了上风 哈利放弃英国家人追随梅根定居在美国 还偷偷地接了很多的商业活动 很快买了顶级豪宅挤入了好莱坞名流社交圈 哈利王子指责梅根·马克尔策划了灾难性的梅格西特和搬迁到美国 哈利王子曾信誓旦旦地答应梅根 一定要让他的妻子在王室威望 说话落地有声 人人必须重视梅根的改革建议和任何需求 但是梅根去意已决 因为他意识到由于自己的做作蛮不讲理 无理要求耍弄心机和乱发脾气 已经使自己在王室的受欢迎程度严重下降 个人信用和名誉几乎被自己亲手端走 人人对他都已经心生厌倦 助手们也相继地离职 在王室实在是待不下去 因此他最终决定搬回美国 他要追求梦寐以求的生活 有钱有名气 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 赚大钱买豪宅 要变成好莱坞的大明星 他的出身和过去是不知名的己流小演员 好莱坞根本没有人认识他 消息人士说他警告哈利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否则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梅根马克尔告诉哈利王子 他可以回英国的家 但是儿子不能被带走 梅根马克尔与哈利王子离婚传闻 女王追悼后果断要求哈利和梅根分居 女王的性格根本不会对要挟人致屈服 据国家询问报报道 女王据称请求哈利王子以大举为重 与梅根马克尔离婚并挽救王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他告诉哈利离开他的美国妻子 是挽救王室乃至哈利本人的唯一途径 哈利从小缺乏家庭的温暖 梅根比他大三岁 给了哈利久违的童年缺失的 及其渴望的母爱般的爱情 血血的说是诱惑了哈利 哈利没有文化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就这样一步步的掉入了梅根的陷阱 一步步的被套牢 被套得越来越紧 梅根马上要生二胎了 家儿子带给了哈利无限的温暖 哈利渴望家的温暖 梅根儿子给了哈利一个家 一个港湾 有个传闻不知道真假 梅根哈利的第一个孩子是代孕 演员出身的梅根 当初缓决时肚子被很多人指出 有作假 不过儿子的皮肤确实是白人皮肤 好像和梅根没有关系似的 她这个儿子一直很神秘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寥寥无几可怜的几张儿子照片 基本上的都是黑白照 黑白照可以掩盖不想让外人知道的秘密 阿琪的出生时间和地点一直也是很神秘蹊跷 当初出生的时间闹过乌龙 白金汉宫报道了下午出生 哈利站在马圈那里宣布 儿子其实在早上就出生了 据说怀老大期间 梅根多次秘密一人去美国 下面内容是当初哈利梅根儿子的出生报道 然而在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出生公告之后 好家观察家们也提出了许多问题 白金汉宫在下午发表声明 确认梅根从早上开始进入待产状态 估计不久就会生了 但是哈利说梅根已经凌晨5点26分 分明出了一个儿子 这两个通知在前后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发出 白金汉宫声明在前 梅根哈利声明在20分钟之后 那么小安琪的出生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关注我们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将为大家揭开真相 接下来是哈利梅根对查尔斯基维后的重要计划 造成了巨大麻烦 美兵可用 在爱丁宝公爵菲利普临世后 英国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 俨然已经成为了王室的大家长 尽管伊丽莎巴二世女王在自己的95岁生日时 发表演讲再次重申不会退位 但毋庸置疑的是 查尔斯距离王位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 然而一位王室专家指出 苏塞克兹公爵夫妇哈利梅根 对查尔斯继位后的最主要的计划 造成了非常巨大的麻烦 甚至可能导致查尔斯这项筹备了十余年的计划复制东流 众所周知 早在十多年前 查尔斯就已经开始计划 在自己继位后 精简君主制 意图减少王室从纳世人那儿得到的资金 以及获得更多的支持 简单的说 就是减少分支成员数量提升质量 包括他的妹妹安妮公主 弟弟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 以及他们的家人孩子 都在查尔斯考虑剔除的名单上 但是王室专家乔丽特尔指出 在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利梅根 决定死去王室成员职务后 查尔斯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计划 因为原本在查尔斯的计划中 哈利梅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据称原本查尔斯计划在继位后 让哈利梅根继续继承重要职务 代表他履行职责 但是现在哈利夫妇不但确定 不会重返王室 而且还和王室成员之间 形成了异常简张的关系 甚至有传言称 两人想要彻底的推翻君主制 导致王室不得不对 这对夫妇敬而远之 在确定懒人不会按照查尔斯想法 为王室以及为他效力的情况下 由于伊丽莎巴尔是女王 过于长寿 以及超出预期太多的统治时长 导致王室下一代成员 出现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隔断 这样查尔斯在继位后 只有四名年龄 在七十岁以下的王室成员 可以代表他履行职责 剑桥公爵夫妇威廉凯特和威赛克斯伯爵夫妇 爱德华索菲 自哈里梅根离开王室后 伊丽莎巴二世女王已经提升了 爱德华夫妇的王室地位 并将他们列为核心成员行列 填补哈里梅根的空缺 但是如果查尔斯实行他精简君主制的计划 将这对夫妇再次从核心成员行列剔除 那他将灭了一个没兵可用的尴尬局面 考虑到查尔斯王子也已经72岁了 而剑桥公爵夫妇威廉凯特的三个孩子 乔治王子向洛特公主以及路易王子 成长到可以履行王室职责 至少还需要11年的时间 长子乔治7岁 所以最终 查尔斯精简君主制的计划 可能不得不做出巨大的改变 比如他可能会继续地踢除王室分支 怎少抚养老龄成员对王室造成的经济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 当哈利王子在不久前 返回英国王室参加祖父菲利普亲王的葬礼时 曾被安排与查尔斯王子私下交流 这似乎可以看作查尔斯给小儿子 也是给自己的最后的机会 但根据哈利紧接着返回了美国来看 俩人的沟通似乎并不顺利 俩人的沟通似乎并不顺利